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恐怖片吉乌 影片也开场 房产中介的支援铁锤来到医院 看望正在住院的爹地 医生说非常的遗憾 你爹地的手术不是很顺利 很有可能领头判 是死是活 现在只有阳王爷说了算 为了给他爹地看病 铁锤早已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加上自己的业绩也不好 他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铁锤的好哥们拴住这个人比较讲义气 他掏出手机说你瞅瞅 同样是做房产经济的 你看看人家这对抗礼 一年赚几十个亿 你再承承你 中午泡面晚上盒饭 可不能再这么干 人挪活树挪死 赶快离开你那个破公司 由于一直没混出过人样 铁锤的女朋友春花也跟他分手了 铁锤说那老家伙是个有父之父 你可不能往虎坑里跳 春花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你就甭给我上大课 为了能迅速的发财致富 铁锤决定到鸡贼叔的公司面试 鸡贼叔说为了生意 你能做到什么程度啊 铁锤说资要是能挣脑钱 什么都愿意做 鸡贼叔的老婆冷戴水说 我约了客户看房子 你能不能在我的公司看 就看你的表现啊 转场之后 龙套哥和秋菊两口子 带着闺女小萝莉看房子 作为一名从业好几年的房产经纪 铁锤在龙套哥和秋菊面前 口若悬河的把房子夸了一遍 小两口挺满意 可就在这个时候 铁锤突然在卫生间里发现了猫腻 种种迹象表明 这屋子里闹鬼啊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铁锤最终昧着良心 把房子卖给了龙套哥和秋菊 初战告捷 铁锤顺利的进入了鸡贼叔的公司 并且得到了一大笔的佣金 原来鸡贼叔和冷戴水 这两口子的房产经纪公司啊 专门做凶宅鬼屋的生意 他们联合了几家公司 先用超低的价格 从房主手上买下凶宅 然后转手再以低于市场的价格 卖给吃瓜的客户 等客户发现屋里闹鬼 他们再以更低的价格回收 然后再转出倒卖 铁锤为了挣钱 脸和良心都不要了 在这条邪道上是越划越远 由于他是能干业绩突出 鸡贼叔和冷戴水 送给铁锤一套大别墅椅子孤立 挣了钱的铁锤意气风发 精气神完全不一样 利欲熏心的铁锤 除了欺骗客户 甚至连自己的好哥们也不放过 拴住一看铁锤混得越来越好 也是蠢蠢欲动 在铁锤的忽悠下 这哥们傻了吧唧的买下了一套熊宅 转过天铁锤接到了秋菊的电话 秋菊说你卖给我的房子 可是有点不对劲啊 以前该不会出个什么事吧 铁锤说什么鬼啊神的 全是封建迷信 要相信科学千万别信邪 秋菊挂了电话 鬼开始在屋里吓唬闹了 把娘俩全给吓尿 铁锤来到公司 刚好撞见前女友冲花 已经怀孕的冲花 和她老公王大白来公司的目的 是想买一套远离城市喧嚣的别墅 而这个王大白 跟鸡贼叔还是好朋友 转过天铁锤带着春花去看房子 这别墅确实是够大 春花一眼就相中了 两人正在别墅里瞎悬磨的时候 铁锤突然听到楼上有动静 她顺着楼梯上去一看 发现一个女鬼一晃不见 铁锤说你也别一颗树上吊子 咱还是多转转多看看 春花说就这套了 别的我还不让 这真是好良言难选该思维 早晚再让你后悔 到了晚上铁锤在酒吧 遇到了公司的会计东梅 烈火预干柴 两人很快就开始吓唬来了 租住在拴住房子的两个女生 自在屋里瞎忙活的时候 鬼突然就出现了 把俩妹子吓得是花车乱颤 两人一看大事不好 拿着东西撒子跑 拴住进屋一看也吓尿了 他急忙找铁锤指纹 拴住说我拿出了全部的积蓄 买了那套房子 现如今的屋里闹鬼 租也租不出去 卖也卖不掉 你说怎么办 铁锤说这个世界哪来的鬼 这么大的人有事自己解决 回到公司 鸡贼叔说你去看看这套房子 拍几张照片 如果一个星期之内能卖掉 我就给你开支票 不过我要提醒你 屋里那台冰箱千万别动 随后铁锤拿着资料 来到了那套代售的房子 一进屋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这乙伯根一直的攒扬气 这人就是好奇心中 当铁锤打开冰箱后 把放在后边的那道震鬼符给弄掉了 把这哥们当时就吓撬 一天早上 丘菊正在切西红柿的时候 屋里的鬼终于放大招了 引诱小萝莉来到阳台 在他们两口子的注视之下 把他们的闺女小萝莉给杀了 转场之后 丘菊和他老公龙套哥找到了铁锤 龙套哥一把揪住了铁锤 说你这个王八蛋 居然把凶宅卖给我们 害得我闺女领了盒饭了 今天我给你拼了 幸亏这丘菊比较冷静 及时制止了龙套哥冲动的行为 丘菊说帮我们把房子给卖了 多少钱都行 但有一条 你必须跟新买家说屋里以前出事 被逼无奈的拴柱来到了铁锤的公司卖房 鸡贼叔趁火打劫 想按原价的十分之一 把拴柱的房子给收购了 那拴柱能愿意吗 气得是拂袖而去 刚搬了家的春花 在厨房收拾东西的时候 女鬼开始作妖了 这下可把春花吓得不轻 当时就懵了 为了感谢铁锤 春花邀请铁锤来别路吃饭 两人亲密的举动 无意中被王的伯爷看见 到了晚上 铁锤找到了正在匪刷房间的拴柱 拴柱说 你们公司卖的很多房子弄到鬼 你最好了解清楚 以免惹祸上身 铁锤的前老板李大姐是个惹性产 之前他弟弟就是跟着鸡雷叔干的 最后领了盒盼 眼瞅着铁锤要拨他弟弟的后尘 李大姐坐不住了 劝铁锤改邪归正 以免到时候丢了命 李大姐和铁锤来到秋菊层住过的那场房 李大姐说 这里在二战时期 曾经是日本人的一个战复营 很多人都惨死在了这 阴魂不散 谁住谁领事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鬼突然开始发工了 幸亏李大姐演技手快 不然铁锤这辈子就交代 为了摸清鸡贼书和冷 但是两口子到底在搞什么猫拟 铁锤趁着月黑风高潜入公司 窃取了公司的资料 这哥们刚准备开车走 没想到被王的伯带人给拦住了 王的伯也没客气 冲着铁锤就是一顿胖走 王的伯说 你要是再敢跟春花见面 我就弄死 第二天那一早 铁锤带着李大姐来到了自己的别墅 李大姐说 这套别墅以前是我弟弟在住 他当时就是在这领的合法 脖子都摔断了 两人正聊着 突然对墙上的那边镜子产生了兴趣 铁锤用手机一拍 发现镜子后面隐藏着一道正规符 铁锤带着照片去向大师求教 大师说这种符咒已经失传多年了 专门是用来锁住冤魂的 随后大师在铁锤的胳膊上闻了一道符咒 这是一道保命符 专门抵御各式各样的鬼 王的伯回到家 已经被鬼附身的春花突然举起了手里的水果刀 七里咔嚓就把王的伯给杀了 这个时候 电影突然闪回到了李大姐他弟弟当时被杀的画面 原来在别处的镜子后面住着一个女鬼 女鬼之所以平时出过来 是因为被那道符给针针 李大姐和铁锤的行为 很快就被鸡贼叔和冷蛋神发现 这两口子一不做二不休 首先把李大姐给干掉 这个时候铁锤突然接到了春花的电话 他赶到春花家一看 发现春花已经被鬼给附了身了 原来附在春花身上的女鬼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由于怀疑自己的老婆怀了别人的孩子 女鬼的老公整天虐待女鬼 女鬼不甘其辱最后自杀了 这女鬼也是 冤有头债有主 你想报仇找你老公家的亲戚啊 本来都挺同情你的 你这一滥杀无辜啊 所有观众都焚转黑了 铁锤说你别欺负我前女友啊 有种冲我来啊 随后女鬼又附在了铁锤的身上 当铁锤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居然莫名其妙的回到了自己的别墅 他迷迷糊糊睁眼一看 发现冷淡神正站在自己的面前 这冷淡神可不是一般人的 不仅心狠手辣而且还回无术 公司的那位女会计东梅 其实就是冷淡神变了 这娘们以前曾经是鸡贼叔的秘书 后来小三上位把鸡贼叔的老婆给杀了 并且把鸡贼叔老婆的鬼魂 关在了那边镜子后面 冷淡神说 既然我们的阴谋被你发现了 那你就必须去领和换 可就在这个时候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由于冷淡神变成女会计 跟铁锤闷闷闷蜜的事 被鸡贼叔也知道了 因此鸡贼叔一怒之下 把冷淡神用来镇鬼的符咒给调换 很快鸡贼叔前妻的鬼魂 从镜子后面钻了出来 气里咔嚓就把冷淡神给杀了 铁锤一看大事不好 急忙虚幻要炸仨子撩了 可当他刚坐上车 鸡贼叔突然出现在了后排座 两人经过短时间的博弈 铁锤似乎是嗝的屁了 影片的最后 为了扫除封建迷信传播正能量 导演让铁锤突然从梦中惊醒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惊吧 人在作恶天在看 劝君莫把坏事干 肆意妄为瞎胡来 迟早让心里喝汗